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宣布 与墨西哥达成初步贸易协议 其中包括了产品零关税待遇 货币透明化 知识产权等 美国产业关注的内容 都纳入在协议当中 而美国的股会市 在星期一出现了大涨的庆祝行情 有分析认为 特朗普政府7月底 才与欧盟达成框架协议 如今再下一程 稳定了自家后院墨西哥 这将使得美国在贸易谈判中 更有信心 更加强势 中国将会面临更艰难的磋商与谈判 与此同时 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还说 现在不是和中国谈判的好时机 美国是否会暂缓与中国的谈判 这对中国是好是坏 在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 陆续达成协议时 中国是否会被孤立呢 美中贸易战的态势 也将出现什么样的改变 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两位嘉宾 就此展开讨论 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 中国经济学者胡新斗 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通过skype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 美国经济学者秦伟平 秦先生您好 是 我们现在听不到秦先生的声音 秦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 可以 好的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好 谢谢 我们现在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可以利用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另外我们的VOA观众热线电话 目前无法使用 我们正在寻求替代方案 也欢迎大家使用网上留言提问 或者表达您的意见 那么首先讨论一开始 我想先请教秦伟平先生 我们先来看看在美国的反应 那么就在星期一宣布了美国与墨西哥 达成这样一个初步的双边贸易协议之后 我们看到了美国的纳斯达克股指 冲破了8000点 那么包括股市 汇市 商品特价 那么大宗商品也都是同步上涨的 跟我们谈谈到底美墨的这个协议里面 有什么样的内容 为何会激发出美国的市场 有这样的一个大量的正面反应呢 好 大家好 那这个美墨的具体的协议的内容 到现在还没有公布 但据媒体公开报道的 目前会有三大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改变 那第一个改变就是 大家特别是美国公众 关注了这个汽车行业 那现行的这个NAFTA协议呢 是要求62.5%的汽车零部件 在北美地区制造 才可以享受这个零关税的这个待遇 那现在这个新的协议 把这个62.5%的比例提升到75% 那这样75%的产品都需要在美国或者墨西哥制造 这样子就可以享受这个免关税 是市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振 那这样子未来越来越来越多的汽车零部件厂商呢 可能会在北美地区设厂啊这样子 那第二条呢就是一个劳工条款 他要求40%到45%的那个汽车零部件产品的 需要由每小时时薪是在16美元的这个工人所制造 这个条款称之为劳工条款 其实在限制说担心很多厂商 包括汽车的主要是汽车厂商 还有汽车零部件厂商 因为墨西哥的薪水会很低嘛 他们可能会为了降低成本呢 会把工厂设在墨西哥 这样子可以有效的限制的 更多的厂商去把产业转移到墨西哥 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 那第三点是一个取消了一个日漏条款 就是这个协议有效期是16年 每6年呢评估一次 评估过后呢自动在延期16年 之前的协议是说 每5年评估一次 评估不过呢协议自动失效 那这样子对墨西哥就很不利 大家对墨西哥的长远的发展 可能会更没有信心 这个新的条款出来之后呢 应该算是美国妥协 对墨西哥是非常有利的 另外还有一个条款 我觉得是美国留了一个杀手简 就是美国可以在 某些特殊情况下 以国家安全的理由 对于在墨西哥生产的 汽车和零部件产品呢 实施20%到25%的这个关税 这个就是万一一旦是失控的时候 产业失控的时候呢 美国可以继续去保持 它的一个优势地位 所以这样的一个协议出来之后呢 美国市场都非常振奋 因为有效地保护了美国的这个 主要是汽车行业的利益 因为美末之间的商鞭贸易 虽然高达去年是高达5800亿美金 但是美国最关心最关切的 可能就是汽车行业 因为确实美国汽车的巨头 都在墨西哥设厂 特朗普竞选的时候 也认为说墨西哥抢了美国 很多汽车行业的就业机会 所以这是新的协议之后 有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提升 另外大家可能会关注一些 比如说农业方面 因为美国的农业竞争力非常强 农业方面条款并没有有什么大的改变 所以这根协议对美国来说 对未来的就业经济发展 都是前景看好 甚至对墨西哥也是 墨西哥因为它没有失去 美国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贸易活作伙伴 而且就签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协议 我相信对墨西哥的经济 也提振会很好 所以美国市场 甚至墨西哥的比所 都有很好的一个市场的表现 这是一个市场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心 谢谢 谢谢秦贤人 我们所做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教 在北京的胡新斗教授了 胡教授 但是我们看到在美国 也有不少的分析认为 这一次美墨协议的内容 虽然像刚刚秦伟平先生 所提的几项条款 劳工条款 汽车行业 加汇于美国的汽车行业 但是也有很多人说 其实很多协议内容 是剑指中国的 怎么说呢 因为他说 这其中对于工人实心的 这样的一个保障 对于汽车部件来源的限制 甚至他其中协议里 还提到了货币的透明化 这些很多的条款 都是美国与中方 不断地在交涉 但是中方一直不愿让步的 那么现在美墨就此 已经签署了协议 很多人认为 中国的压力可大了 您的看法呢 的确美墨协议 对中国某些方面是不利的 它也反映了美国 越来越具有更多的 贸易保护主义的性 到底说像美国这样的一个 自由贸易的国家 不应当设置这样的多的条款 要求汽车业的零部件 在美国制造 等等 这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 一个条款 不过呢 对中国也不见得就完全不利吧 中国或许可以由此 而成为自由贸易的领头羊 所以关键就是看未来中国怎么做 如果中国未来越来越开放 实际上越开放对中国越有利 那整个世界可能都会认可 在自由贸易方面的贡献 当然中国现在劳动力的实薪 没想到的薪水还不到一美元 美贸协议规定汽车临部件 那个实薪不低于16美元 这个的确是非常有利于美国的 因为美国的薪水它非常高 不利于墨西哥 更加不利于中国 墨西哥它在汽车出口方面 肯定也会遭受损失 不过呢 日本德国等这样的一些汽车出口商 也会受到打击 中国与墨西哥的产业 它具有某些同购的性 或者是同质化 比如说电视 冰箱洗衣机 电脑等家用电器 这个美国 百分之三四十 甚至百分之四五十 都是由墨西哥生产的 美墨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呢 可能对中国出口方面 对美国的出口方面 那是更加不利 但是呢 我刚才说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 如果中国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或许中国在自由贸易方面 反而会取得很久 那胡教授 我想继续请教您的 美国方面 美国政府的态度是 不反对自由贸易 但是自由贸易 也必须是一个公平的贸易 在这一点上面 美中之间还存在非常大的分歧 这一次美墨能够达成协议 如果像您所说的 这个对墨西哥 可能也是有些不利 但是对美国最为有利 那么为何墨西哥 还愿意签署这样的一个协议呢 而且在美墨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协议达成之后 也有很多人说 它其实对中国 也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因为它其实是要保障 劳工的权益 但是在这一方面 中国是一向做不到 那么中国政府 是否有可能看到 美墨达成协议 改变他们自己的 原先的一些立场呢 中国很有可能会通过 不断的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来应对 因为毕竟美墨虽然达成了协议 但是中国如果能够更加开放 甚至可能满足美国的部分条件 对中国也是一件好事 比如说降低进口的关税 这对普通中国人很有好处 那提高工人的工资 现在中国工人的工资太低了 我刚才说的 私薪还不到一美元 提高工人的工资也有好处 改革国有企业 加强自主产权的保护 促进科技创新 甚至建立自由贸易的体系 和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 这些其实对于中国 事实现现代化 都是至为关键的 所以您觉得美国 对于中国的这些要求 这样算是贸易保护主义吗 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 中国整体贸易制度的改善 对美国来说 它是回归了 有点回归了过去的 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 当然美国它现在又 不仅是联合墨西哥 可能还在联合加拿大 而且在这之前又联合了 欧盟 未来还有可能 欧盟 未来还有可能联合日本等等 它可能形成一个 更大的自由贸易区 从这方面来说 它可能又不是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它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特别是对于不发达国家 它实际上是排斥的 它以这种劳动力的薪水 等各个方面 实际上是排斥的 好的 我想听听秦伟平先生 您的看法 简单两分钟左右 我认为对中国某些产业影响会比较大 比如说像现在的汽车零部件 它要求75%比例在北美地区生产 那之前可能一些汽车厂商 一些零部件采购自中国 那这样子可能会取消中国的订单 那至于其他行业的一些影响 我认为直接影响并不是很大 因为墨西哥 目前它的产业结构 它的一个劳动力数字 它不足以替代中国 我可以说在五到十年内 是很难去取代中国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像美国出口大国 这样提供主要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但是在其他方面 一些心理的影响 特别是美国现在 可以说表面上看起来四面开战 它主要贸易伙伴 全四个贸易伙伴 一个是欧盟 一个是中国 另外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 那现在欧盟已经取得了一个很大的进展 墨西哥又取得进展 如果说在近期内 比如说一两个月内 又跟加拿大取得进展 就是重新双定它的一个贸易规则 剩下就是中国 那对中国来说 它可能在它贸易谈判也好 或者说处理贸易争端的上面 处于一个很不利的地位 之前中国的舆论在讲说 是因为美国它自己搞贸易保护主义 跟别人都谈不好 每个人都去跟它打贸易战 但是最终发现 其他的贸易伙伴都跟美国这种达成协议 最终中国是没有 很难达成协议 那可能大家会知道说 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出在美国 而是出在中国身上 对中国是很不利 所以对中国未来的谈判来说 它会越来越艰难 这样子 谢谢 是我们来看看这个美中之间的舆论 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美国的彭博新闻 他们说特朗普聚焦墨西哥 美中谈判进展 希望破灭 那么财富杂志是说 美墨达成贸易协议 这可能导致美中贸易陷入持久战 而美国的CNBC则是说 美墨贸易协议对中国来说 可能是个坏消息 那么我们看看中国方面 中国官媒新华社 对于美墨达成初步协议的报道 相对来说就低调一些了 那么新华社的报道是说 双方在多项议题是互有妥协的 那么我们看完了美中双方的这个舆论 对于美墨协议 对中国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方面主管 这些贸易谈判事务的高层官员 他们又是怎么看的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 他就在美墨达成了这个协议之后 他说我认为这让中国的处境十分的尴尬 我认为中国被孤立了 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我接下来就想请教一下 这个秦伟平先生您继续来谈一谈 美墨协议是否会改变美中贸易战的态势 您怎么样看库德洛的说法 那么美国现在是不是真的 就是在组建一个对中共的一个联盟呢 现在看不出来说明显针对中共的一个联盟 但是我相信中国的一些政府的官员 可能会感觉这种氛围会越来越蹊跷 越来越微妙 因为美墨之间的协议这么快的迅速的就达成之后 对它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了 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 不光说是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有很多限制 我们看到欧洲甚至澳洲 都对中国的一些产业政策 都直接采取了一些 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国家安全 采取了一些有效的一个措施 那这个重死之地 中国成了重死之地 如果中美贸易战这个谈判处理不好 或者说中美两国彻底是谈崩的时候 可以想象得到未来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 因为美国它在整个全球 它具有这个不可替代的这种影响力 而且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领袖的一个核心的力量 那可能会全世界都会选边站队 然后跟着美国走 就好像加拿大一样 对不对 加拿大其实它和欧盟和加拿大和欧盟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或者说不是一个发达国家 但是它也会跟着自己的经济利益 哪怕是妥协 对不对 你让我去签什么条款 基本上都同意了 会跟美国妥协 那其实会看了很多国家未来 可能会跟美国妥协 以前跟美国可能不是很一致的时候 都跟美国妥协 那对中国来说 可能它的盟友或者朋友会越来越少 可能会越来越不利这样子 所以对中国来说 未来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挑战 谢谢 胡教授您的看法呢 您认为中国方面应不应该担忧 从美末达成协议以后 对中国所带来的冲击 那么美末达成协议 这是否也让特朗普总统 未来在与中国谈判时 提高了美方的筹码呢 的确美末协议提高了 对中国谈判的筹码 现在我们越来越体会到 川普是一个谈判高手 他态度强硬 而且多方施压 而且以第三方向墨西哥等等 来压中国 而且他也与欧盟达成协议等等 这个等于是废了WTO 如果美国 加拿大 欧盟 墨西哥 日本等都达成这个自由贸易协议 就等于是废掉了WTO 对中国实际上是福底抽薪 现在中美是互为第一大贸易国家 如果把欧盟这样的贸易集团 不算的一个国家 中美是互为第一大贸易国家 但是美末协议的达成 有可能改变这种情况 加拿大或者墨西哥 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 或者说重新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 不过我还是认为川普 实际上他是从外部倒逼中国的开放 就是说中国18届三中全会 实际上也做出了深化改革开放的一些决定 只不过18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最后被那些全会集团国有解架架空 改革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现在实际上正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大好时机 因为如果不改革 中国已经没有路可走了 您提到了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如果不改革就没有路可走 但是在中国我们看到 也有一方的说法是 不应该也不会对美国让步 或者不应该答应美国 要求中国来改革这样的一个要求 我们看到这是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宏教授 他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了 他是这样说 他说特朗普现在如此强横 中国觉得如果中国现在 不但履行过去的大让步 而且做新的空前让步 只会让特朗普更加狂野 中国将整个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 所以听起来好像是说 中国不应该也不要让步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僵局的情况下 您觉得美国希望借此来打开 中国的改革的步伐 有可能如果中国内部仍然有这种 所谓的也算是强硬派的人士的话 这个美中的贸易战看来 是不是会旷日持久呢 我想先请胡星斗教授谈谈您的看法 其实所谓的浪步并不是真正的浪步 因为自由贸易它是互惠互利的 在几百年前像亚当斯密 他们早就阐述了这么一套理事 你越是自由贸易 你降低关税 减少这个贸易壁垒等等 实际上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你如果想通了 你就会发现这并不是浪步 而是对中国有好处的 有好处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而且中国如果更加的开放的话 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所宣布的 容许美国的银行保险公司等等 在中国持有更高的股份比例 降低在中国投资的门槛等等 这样的开放 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 都是非常有利 至少它可以阻止中国国内目前 汹涌的这种民粹主义的 闭关锁国的浪潮 如果没有外部的这种压力 中国真有可能 走向越来越闭关锁国 这种民粹主义 那样的一些无知的这种民众 他们就鼓吹要抵制美帝国主义 中国一切都自力更生 像毛泽东时代那样 中国就越来越闭关锁国 这对中国是一个灾难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在网路上的网友们 有什么样的意见和看法 这位署名叫Edwin Chan的网友 他认为美墨协议是中共的重大打击 墨西哥是中共向美国 请销履财的重要渠道 这些履财企业是中共的宝贝 例如中旺 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 叫李中本的网友 他的看法是 中共独裁利益集团 虽然被美国贸易战 搞得压力山大 但不会孤立 因为其有一帮不成器的小兄弟 那就是北朝鲜 伊朗 委内瑞拉 乃至土耳其 俄罗斯等 他们是崇拜强权 反自由世界秩序的恶劣潜在同盟 希望自由世界更加的认清这一点 解决好内部经济秩序 才能够形成更强的力量 来对付这些破坏世界文明的流氓 还有这位署名叫 Welldone7的这位网友 他说中共又要赚美国的钱 行不公平贸易 限制市场 又要偷美国的技术智慧 又要敌对渗透侵略 还不要脸地封锁 鱼骗中国人仇外反美 也不遵守已经承诺到的 国际规范入市承诺 如果中共不对线承诺 公平贸易 压力和阻碍 就只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我想请秦卫平先生 谈谈您的看法 现在中美贸易战 它之间最焦点 它不光是说像大家关注的 这个高关税的问题 中国比如说进口美国的关税会比较高 它最主要它是美国比较强调 它处于很多不公平的一个贸易状态 比如说一些非关税背离 然后中国政府会给一些国有企业 还有一些特别的行业 给予很高的补贴 造成一个不公平竞争的优势 另外还有一个偷窃知识产权 强迫一些合资公司技术转让 这是美国非常忌讳的一个话题 因为这些话题 它不光是挑战了美国的经济利益 甚至它挑战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或者说让美国的一个强大的一个领先的竞争优势 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就很难保证 所以对中国这个贸易争端 和跟欧盟 跟加拿大跟墨西哥 我认为是有本质上的不同 那川普的策略 现在他为了他本国的利益 他先各个击破 然后如果说他主要的其他的三个贸易伙伴 欧盟 加拿大 墨西哥都重新达成协议之后 他可以有更多的精力 会来针对中国去谈判也好 或者施加压力也好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他的一个大本营都巩固之后 如果中国就范 或者中国在美国关切的核心的地方 确实的让步 就好像刚才胡教授讲的说 真的是能做到这些承诺去开放 那当然是皆大欢喜 那这种结的城下之盟 我们其实作为普通老百姓 中美两国老百姓都愿意看到 而且对中国的长远的发展 也是有帮助的 但是中国政府会不会这么做 因为这样做之后 可能对中国的一个政府的影响力 或者说中国面子 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另外对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 它这样的一个体制来说 可能也形成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就我个人来说 中国民贸易战的谈判 可能会是打打停停 会持续满长一段时间 然后中国妥协的可能性 其实并不是很大 如果真的妥协的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 这样子谢谢 好的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仍然陆陆续续 有一些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 那我就简单的来念几条 这位署名叫孙雅敏的这位网友 他说我宁愿中国做不到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也想中国是个能让国民安居乐业的国家 另外这位署名 这个名字很长 叫Mark Free的这位网友 他说极权主义国家的既得利益者 理解不了民主社会自发形成的效率 他们觉得强迫出来的效率 永远是最优越的 却看不到凝聚人心的巨大力量 还有这位署名Ciao Chong Chan的这位网友 他说美国都能和四周邻国 透过和平的谈判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纷争 反观专制独裁极权中国 从来就只会趁机霸凌四周的邻国 从来不会和周边的国家 以和平的手段达成相互的互惠 那么继续我就想请教这个问题了 胡教授同样的 这个刚刚您提到说美墨这次的协议 您认为这是一种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我们也有一些网友不太赞同您的看法 接下来我还想继续请教您 如果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 那么墨西哥为何要同意 既然是一个协议 这表示墨西哥他们也同意了 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内容 而且有很多人说 美国方面是否会把这个美墨协议 作为一个未来来与其他贸易伙伴 特别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谈判的一个基础 那么如果将来中国与美国 没有办法达成类似的协议 那么很多人认为 这个主要的责任方就是在中方了 因为如果这些其他国家 都能够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 为何中方独独不行呢 这个胡教授您的回应 这个目前我们说 它是贸易保护主义 主要是指的是 它对于中国 对于发展中国家 实际上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 当然在他们内部它是开放的 现在川普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 美国 欧盟 日本 加拿大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 在这个自由贸易区中 肯定就是几乎是零关税 消除各种回关税的壁垒 实现真正的这种自由贸易 而且在自由贸易中实际上是排挤中国的 川普他追求公平贸易 他认为中国是进行不公平贸易 这个我认为只是一个表象 只是表象 实际上从跟中国的交流中 美国获得了多方面的巨大的好处 这是川普他的真正的含义 他的实质他其实就是设置中国 他认为中国挑战了现有的世界秩序 甚至挑战了现有的世界的主流的价值观 所以他的真正的原因 的确是为了保障他的自由贸易的秩序 或者是现有的世界的规则 但是我想中国领导人 在这个被排挤中 中国领导人也会想出自己的对策的 我是期望未来中国也能够加入到世界自由贸易的主流之中 加入到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主流之中 遵守世界贸易的规则 我认为这才是正道 否则那有可能是找的是邪路 好的那么秦伟平先生 您的看法呢 那么简单先谈一谈 您对刚刚这个胡新斗教授的这个说法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胡教授这个说得很好 就是中国如果一旦真正加入这个自由世界的一个贸易体系 短期来说可能在某些行业 某些领域有些影响 但是长远来说 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 国民福祉的发展 我认为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好处 希望中国政府真的是来认清现在这个国际形势 不要就是一意孤行的 然后走的路越来越窄 然后朋友越来越少 那最终可能会非常惨 我们看到中国出口的一些数据 就可以发现 中国虽然他们政府在讲 中国经济一直是高速增长 但是它增长的主要的一个核心的动力就是出口 那出口最大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就是美国 那每年出口美国占的比例是27% 然后第二个伙伴是欧盟占了16% 那第三个是香港啊 欧盟东盟啊 日本大概占了 加起来百分之五六十这样子 就是如果跟美国这要谈崩掉 它影响的不光是美国27%的出口 每年这个差不多5000多亿的这个出口 可能会影响整个 它至少是一半的这个出口的份额 最好的市场或者最赚钱的市场就失去了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企业 你的一大半的给你创造利润的客户 如果失去了 对于企业来说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那对于国家来说 如果说你去继续去采取一些非正当的措施 不满足这个贸易伙伴的一些正当的要求 然后也不做任何妥协的话 那最终的可能你会失去你所有的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 那对于经济来说觉得是灭顶之灾 那中国本身它现在的社会问题 经济问题很多 它的债务危机 然后那个金融危机已经在局部爆发 如果说这个美国谈崩掉 然后自由世界都不跟它做生意的话 那可以想象一下 中国这个社会它只能是裹足不前 甚至出现一个重大的一个倒退 这样子谢谢 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 我们来看看几位网友的评论 这位署名叫肖文华的网友 他说贸易自由市场平等必须同时具备 但是如果这么做了 就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 这也许说出了问题的癥结所在 那么另外呢 还有这位署名叫方CD的这位网友 他说美国终将与大量的国家 签订双边贸易协定 中国如果不以这些协定为参考 来进行改革 经济必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还有这位署名叫蒋贤伟的网友 他认为呢 中国要发展先解决自己内部问题 贪腐资源浪费 贫富差距太大 制度限制 美国对中国影响没有那么大 所以呢 这个也有几位网友 其实也赞同刚刚胡教授所说的 中国要先从自己内部来开始做起 但是胡教授现在也出现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就在上个星期 美中的这个贸易谈判 进行了新的一个轮回 但是呢 没有达成具体的突破 那么美国方面有媒体报道 在这次的会谈上 其实中方有一些代表透露出 中国希望能够把相关的谈判 拖延到美国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 似乎是有意希望等到 这个未来这个美国的政坛 或者这个共和党主掌 国会这样的一个局势 出现一些变化以后 或许美中的贸易谈判 能够有一些转环的余地 但是也有人说 这是中国错估了美国的形势 因为在美国 不管是共和还是民主 两党对于反制中国 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 都是站在同一阵线的 胡教授您的看法 中国是否错估了美国的局势 在这场美中贸易谈判上 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所作所为 您怎么样来评估呢 当然也很难说 中国就是错估了形势 就像刚才网友所说的 先解决中国的内部问题 只要把中国内部的问题 处理好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 一二十年是没有问题 中国它现在内部 仍然有大量的不合理 比如说中国的土地制度 如果能够进行多元化的 土地制度的改革 那就会爆发出巨大的活力 比如说中国的户籍制度 如果能够真正进行 像样的改革的话 还有其他的像这个金融制度 要改变目前国有金融垄断的 这种状况 比如说财税制度 改变这个付税过高 民众的税负压力过大 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中国经济 不需要多大程度上依赖美国 中国经济照样可以快速发展 当然刚才说到的 中国是不是有意拖延 我认为中方 它肯定是希望以劲之中 以拖待变 但是现在美国经济 的确越来越繁荣 失业率它又创新低 GDP增长率又创新的高 纳斯达克等指数也创新高 所以川普不太可能成为跛脚丫 他连论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不管他连论是预保 中国先解决内部的问题 这样仍然能够创造经济的起立 好的 最后我们还剩两分钟时间 我想交给秦伟平先生 就谈一谈刚刚我们的这个问题 中国是否错估了局势 您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 在这个美中贸易谈判上的 所作所为 那么最后也想请秦伟平先生 跟我们谈谈 我们知道在美末达成协议的隔天 加拿大的外长就立刻赶到了 华盛顿 就加拿大也要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 来展开了谈判 那么很多人预期希望能够在8月31号 其实也就是明天了 能够有一些结果 那么接下来我们刚刚也谈到了欧盟 日本 那么您是不是能在节目最后跟我们谈谈 如果这些国家或这些组织 都与美国达成了双边的贸易协定的话 对于整体的世界贸易格局 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势 现在大约剩下一分半左右时间 好 谢谢 那的确现在这个态势很微妙 现在美国面临了11月份的一个中期选举 其实墨西哥 他的一个新总统已经选出来 在12月1号正式就职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 大家都希望说 在新总统就职之前 现在的总统他可以签署这个新的美墨协议 那加拿大呢 也有一点慌了 因为加拿大在明年 应该是明年会有一个他们的一个大选 所以都希望在这个结果眼上 如果能早一点达成这个协议的话 会更好 所以我们看到加拿大好像也很快就想加入这个协议 如果说在明天 那个白宫有一份那个协议的草案 可以提交给国会 国会那边需要90天时间去签署 那最好的结果就是在12月底 就是11月底之前 然后正式签订 如果有美墨三方的一个新的Navatar 美墨加三方签订的这Navatar协议的话 那简直是太完美了 就是这样子 那对于中国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打击了 那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些戏剧性的情况发生了 比如说墨西哥新总统上台之后 他是跟那个执政政策跟现任总统会有很大不同 他会不会对于这个新的协议有排斥 那中国来说他可能只是在等被动的等 会不会有些转机 但实际上我认为他完全是浪费时间 他现在自己内部的问题可能比外部问题还要严重 他能不能解决我们还不知道 大家拭目以待好了 谢谢 好 我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次感谢胡新董教授 还有秦伟平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 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焦点对话要和您探讨 定下史上最严的加法 习近平是否在强势的反击挑战者 请您按时锁定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